大家好 这里是布拉拉 现在呢我们刚到上海 已经是晚上的快十点钟了 此时此刻特别想吃一样东西 已经来不及去酒店了 所以我们直接去吧 Let's go 然后饮料跟啤酒 我们现在也是刚刚到这个小龙虾的店里 这家店也是在上海经常会来的一家店 这个店也是我在上海吃的 最好吃的小龙虾 今早上出门的时候突然觉得一丝凉意 秋天来了 这顿其实也是为了纪念这个西瓜超级甜的夏天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小龙虾 主要它的米刀老领啊 米刀老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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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子 浩子 主要牌的秘制小龙虾 这个是秘制的 这个是食酸香的 我真的是在吃过这么多小龙虾里面 无论是小龙虾本身的质量 还是制作的工艺上来讲 都算特别好吃 吃小龙虾的套路之前给大家展示过了 右手的话是可以拿筷子 然后不停的可以夹东西吃 比如这个皮蛋 好吃了 这样左手的话 大家可以看里面这个肉 然后蘸一些这个汁 然后蘸一些这个汁 虾肉吃到嘴里之后 真的是Q弹的感觉 而且它会有淡淡的甜味 说明这个虾特别新鲜 所以里面还有黄 里面还有年糕 太好吃了 到了我们今天的关键环节 上蒜 拿这么多 我怕上海买不到 买不到我这么优质的紫皮大蒜 苛苛饱满 洗手了吗 真的是无敌了 这是消费400元 那么今天也是我们来上海的第一天 明天后天有两天的工作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祝大家开心 我们下期见 拜拜